Hello 评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在2020年10月7号 你现在收看的是直播节目 大家好 今天节目的话题呢 跟我最近的一个活动有关系 30天30个服务生大挑战 活动呢完美的收官 请问平台来谈一下心得体会 另外呢分享一下20年前的 学生时代的一件趣事 这件趣事呢 对我的人生其实很重要 大家听听就明白了 就知道有多重要了 好了 先讲一下 你看大家我站起来 大家看一下 我身上这件衣服 Land of the free because of the brave right 蛮简单的一句话 是不是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呢 这是我在 是大概差不多两年前了 我在那个美国新奥尔良市 就是Luycana 租了一个新奥尔良市 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 去做志愿者 然后呢去当参观了当地的 应该是有一个 二战的博物馆 然后当时去买了这件 那个衬衣 这个T恤 然后 蛮有纪念价值的 这个 字面上意思呢 你看 这个土地嘛 是不是 是这个土地的自由 是因为勇敢 大家想一下 这个二战美国 现在这个自由的一个土地 是因为 是因为 多少军人是 欲血奋战 来保卫 而来的 对不对 这个自由 现在的今天的自由 是来之不易的 是很多军人牺牲的 僵士的牺牲 对不对 那当时两年前 其实我根本 大家知道 我还在美国的大学里 在念书 然后也没有去 去加入这个 美国的军队 也不知道 有机会加入军队 当然是后话了 那 那这个 其实我想说的什么 这个自由的秘密 是勇敢 从一个国家来说 一个这片 比如说美国 这片自由的土地 是因为很多勇敢的人 美国人民 去奋争得来的 这个自由 包括美国国家在 对不对 1776年 建立的时候 也是因为从 英国这个殖民 英国那个 殖民地变化而来的 是大家抗争得来的 对不对 所以自由的秘密 是勇敢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勇敢 什么样表现 勇敢 勇敢就是你 你敢于做 你平时不该敢做的 大家比如说你 我吃饭 我吃饭不叫很勇敢 因为大家都在吃饭 对不对 你做自己 做不到的事情 或者敢于挑战自己 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是 这样子才是勇敢 那 我这个30天 30个佛神的挑战 为什么会 会做这个活动 很多人可能莫名其妙 这个主持人在 在做什么 这个秦先生在 为什么要 要去做这个佛神 好像很无聊的样子 是不是 实际上不是 大概 经常关注我人 推特人可能知道 我的手腕 我这个左手的手腕 大概才 现在算起来 大概在45天前 一个半月前 在工作的时候受伤了 然后呢 受伤到什么 第一天受伤的时候 就是早上起床 这个手撑着 起不了床 然后试一下 想做服务秤 发现一个都做不起来 我当时蛮紧张的 我说 我这个手如果受伤到这个程度 服务秤都做不了 那我的这个军事生涯不就毁了吗 然后实在太太惨了一点 因为我们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 就是每半年有一次体能的测试 必须要做服务秤 然后呢 那个两分钟之内做多少个服务秤 然后呢 1.5英里的一个run 一个跑步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做那个 仰卧起座 两分钟能做多少 仰卧起座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 我两分钟上次的测试成绩 两分钟的仰卧起座 我能做大概 七十几个 这是我最最自豪 仰卧起座 最自豪的成绩 然后做的最差的 其实就是服务秤 服务秤 我当时可能两分钟内做了大概 三十几个吧 不多 然后跑 1.5英里跑呢 我当时也考了 就是跑的成绩还算好 就13分 最好的成绩应该13分30秒左右 其实最好一次跑了13分20几秒 那不是在考试的时候 自己拼职训练的时候 那 这个成绩 我告诉大家 肯定有个笑话的 这个秦先生 你那个不怎么地吧 那实际上这个成绩 在我们Navy的同事里面 确实是 不是不是很好的成绩 但是如果跟我这个年龄比起来 我现在40岁来说 我这个成绩还算是 还算OK了 不算很差 对不对 那每个人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个挑战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不是跟别人去比的 主要挑战自己 另外呢 你再看看我这个挑战的是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为了整个 这个世界上的自由和民主来挑战 这个大家知道 现在 在整个世界上 民主是面临很多很多挑战 自由面临很多挑战 哪怕是在美国都面临很多挑战 然后这句话呢 其实也是 我们这个美国Navy的这个 海军士兵的一个 一个格言里面 其中一条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呢 这也是我military这个格言嘛 是我们 我们 我们存在的目的 我们是 服务于国家 然后服务于人民 然后捍卫宪法 然后为世界的这个自由民主而抗争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 美国Navy是世界上最强大的Navy 对不对 大概 有300多条战舰吧 我今天刚看到一个消息 美国呢 美国的保卫这个国家安全 然后维护世界的这个自由和民主 然后准备 准备500条战舰 大家可以想象 美国的海军 实力可以在未来 未来十年二十年 你会继续的这个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你去捍卫自己的理想也好 捍卫自由 捍卫民主也好 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实力 在后面支撑着的 对于国家来说 你有一个军事力量在支撑 对于个人来说 我相信你要有个人 你要捍卫你的家庭 捍卫你的自由 你要有自己的能力 也需要有自己的一个财力 对不对 一个实力 其实是一脉相承 就好像我说 这衣服上写的 Land of the free because of the brave 一个国家的自由 是来自于这个国民的勇敢 你个人的自由 也是来自于你的勇敢 大家知道 我写了几本书 从2016年的中国外界路线图 到这个2017年 中国外界大逃亡 到2020年写的 中国外界大赢家 对不对 你想 特别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 你想实现自由 不是说你需要有多少钱 才可以自由 我没有50万美元 我不能投资移民 根本就不是 很多人 在中国一个随便 一个中产阶级 它的近资产超过50万美元 其实很正常的 但是绝大多数 他们不会移民 也不敢移民 想都不敢想 或者想一想 根本就不会行动 我觉得他们缺的就是勇敢 不是缺的 大家缺的不是钱 而是勇敢 挑战自己的这个 这个心理安全区域 很多人觉得 我在上海 我在上海 我觉得挺好 在外地我就觉得 好像就没那么就很乱 或者怎么样 在中国或者很好 去别的国家 他心理上没底 很害怕这种未知的挑战 未知的世界 所以这个勇敢是很重要的 当然 我说了 这个30天 30个佛神的挑战 除了我这个手受伤 然后 然后 想挑战之外 想锻炼 恢复锻炼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 也是大家知道 现在这个疫情很严重 COVID-19是非常糟糕的 全世界 全世界都 这么多人中招了 对不对 在美国 已经超过21 差不多22万人死亡了 是非常严重的 那疫情期间 大家都要戴好口罩 然后呢 保持社交距离 尽可能的少 跟外人接受 接上出门比较少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蛮压抑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 我每天上班 因为我没办法 我必须得上班 我们上班都带口罩 我们同事一般 带一层口罩 我带两层口罩 其实挺烦人的 你知道吗 这么热的天 心里其实也挺憋 又不能去外面敞开 去跑步 又不能去外面 去转转 是不是 我觉得挺压抑的 所以我都想 在这个特别的困难 那个时间里 我希望 我自己尝试去做服务生 来调节兴起 也希望说把这种心态 这种行为 也传递给我们的 关注我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也可以 积极的去面对 现在的困境 然后做服务生 这个也是锻炼自己的身体 对那个场地 没什么要 任何人在家里 都可以做服务生的 对不对 你说跑步 还有场地的要求 对不对 所以是蛮好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想很多人问我 关注我的人 他说 秦先生你要分享一下 你这个做了三十天 有什么感受 我可以讲几项感受 我可以最明显的感受 我这个锁 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进镜头 我这个锁 这个地方 这两个侧面 因为在做服务生的 铺下不是 那个需要用力吗 已经长得厚厚的一层老茧了 我这看得清楚了 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这里厚厚的一层老茧了 但是这是疏惑之一了 我自己感觉 我就是 做起来那个鼠臂 你可以看看我那个鼠臂 我觉得鼠臂的力量是 两个颜色 就是比以前要更加强壮 就是手更加强壮这样子 在没有加入那个Mattery之前 看到那个美国大兵的那种 他们的胳膊特别特别粗 对不对 然后我发现 我现在的胳膊也特别特别粗了 你看一下 是不是 就肌肉会更有力量了 然后 然后做了 做起来就比之前要轻松 我讲不怕大家笑话 其实 体育是我 最弱的弱项 从小有很多 也有强强弱项 这个体育是我最弱的 我不会跑步 不会做俯卧撑 不会怎么样 这个是最糟糕的成绩 然后 说实话 在之前 之前那个俯卧撑的话 我只能做 二十个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 十几岁只做二十个 做的蛮少 因为没有特别的去 去去做 实际上蛮少的 所以 所以 当时决定去加入Navid的时候 是蛮痛苦的 天天练练练 一度做了二十七个 再往上走就走不了 所以现在 这个三十个刚好 从我手受伤了 然后就锻炼了 这样子 我觉得 对自己是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我做三十个是没有问题 然后 昨天好像是在我们船上在做的 我差不多一分二十秒 就做了三十个 比以前要轻松很多 以前就是 难度很大了 而且我基本上做的 还是比以前动作要标准很多 如果说做的不是特别标准的话 可能速度会更快 然后数量会更多 这样子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我知道很多朋友们 比我做的好 所以 身体也比我更强壮 是不是 或者更年轻 如果你们能坚持做的话 我觉得也会蛮好的 我们看到 有不少朋友 第一天 第二天的坚持去做 跟我发个视频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 真正坚持下来的 我现在只看了 只有一个人 已经坚持了28天 一个 推特上 一个推友 是我们一个老朋友 他应该是没问题 他自己觉得 他做的现在越来越多 越快 这样子 所以你自己会有疏惑的 想做的朋友们 记住 你们 你们可以 连续做30天 30个佛生 你可以获赠一本 中国伪计大同 的电子书 这是 这是一个福利 这是大家的福利 当然 我也欢迎你们 付费购买 这个疫情期间 现在只要半价就好了 50美元 或者说 360块人民币就好了 好吧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 当然 中国伪计大赢价 在后面那本 需要 现在有紫字书 可以订购 欢迎咨询 还有什么要讲的 大家知道 我知道很多人很着急 去看那个 副总统的 之前的辩论 30个太少了 说的很好 希望你多做一点 30个对很多人 是非常容易的 但对我来说 不容易 首先 主要是在坚持 那这个30天 做了之后 我还要不要做呢 我其实有计划 每天做下去 我不知道大家烦不烦 如果说大家觉得很烦 我就可能自己做了 我就不录视频 或者录的视频 不去 不发到那个 我们的网站 我们这个 YouTube平台 或者说Twitter Facebook上面了 如果有人愿意看了 愿意跟我一起做了 我可以 可以继续去发 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大家记得这个 阿甘证券 证传里面的 这个阿甘嘛 对不对 阿甘呢 他很喜欢跑步 对不对 开始觉得 他觉得跑步 人家可能觉得 这个人有点傻吧 就这么老实 没事就跑 跑跑 但是突然某一天 很多人发现 这个跑步 是很有意义的件事情 很多人跟着跑 大家知道是不是 我没有阿甘这么大魅力的 但是我觉得说 这个做Push Up 做佛生的 对自己身体有好 然后呢 如果说还可以鼓励别人 激励别人 别人也可以一起来做的话 我觉得 也是蛮有意义的件事情 会不会有一天 很多人也跟着一起 做Push Up的 这个 我希望你 如果你看到 愿意挑战自己 愿意去做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很多大事情 我们知道很多人 想做大事 比如说 我要把那个谁 共产党推翻 是 共产党 这个庆竹难输 这个罪恶 对不对 是 这个事情好像是挺难的 很大 很轰轰烈烈的事情 或者我要做个 亿万富翁 或者我要开个 两万人的企业 打个比方 或者我要去做个市长 做个省长 什么的 打个比方 这些事情 不是不可以 就是难度会 气处会高一点 对不对 那不如从这个 Push Up 这个小事情做起 其实做大事的人 都要从小事做起 你们知道吗 所以 如果你愿意挑战的话 欢迎挑战 然后你只要完成 三十天的挑战 我就送一本 这个电子书给你 好不好 作为一个奖励 小小的鼓励 好吗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 谢谢 想想还有什么 对 这期节目 我想分享一下 二十年前的一个趣事 大家知道 我从来不辉会我的年龄 我生于1980年 我现在都40岁了 虽然我自己老是把自己当成 因为我们同事都是二十几岁 我觉得自己现在也是二十几岁 但是实际上是 还没有二十几岁的状态 然后二十年前 那时候正在大学里读书 站在广州 当时叫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 现在叫广州航海学院 不知道我们的观众里面 有没有我们的校友 那当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一个学校 当时所谓是 最早是交通部直属 后来化为广东省 现在是不是要广州市管理的 不管了 这个学校 我们不是讲什么学校的事情 我当时在小学校里 我还是比较突出的 算是主要的学生干部 在学校里特别活跃 除了体育比赛不参加 基本上什么比赛都参加 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学生干部 领导也很喜欢我 然后就是讲到这个 最近中共党员的问题 是不是 正常情况下 这个活跃的学生干部 一般都会 被吸收成为中共党员 叫你入党啊 什么什么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他们看出来 我有反骨嘛 看起来就不太 不太不太听话那种嘛 没有 没有让我入党 很有意思吧 所以这个决定 我当时其实 20年前我就想过 这个是很有意思 现在分享出来 我算过 比如说 我自认为能力是比较强的 在学生里面 或者说你自己能力比较强 然后呢 又试图又特别顺利 入党无非是 不是说为了共产主义信仰 那些人觉得有几个人 现在九千万党 有几个人是为了共产主义信仰 入党 基本上是为了自己的事业顺利 或者人生顺利 对不对 因为在中国大陆是中国共产党 控制了所有的资源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是不是 这个毋庸慧言 就是说通俗点 为了升官发财吧 但是这是太鼠 不是每个人都为了 你要为 你在中国从政的话 你可能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至少在 在过去的多少年 都是这样的一个现实 别人在美国从政的话 你可能就要加入 每个这个民主党 或者共和党 你没得选 你加入第三个党 你根本就没有可能 站上美国的政治舞台 现实情况 在中国只有共产党 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不去批评别人的 入党动机 或者怎么样 我当时 一个 他20岁 我现在想想 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 我如果20岁入党 我就 大学毕业 就成为公共员 或者怎么样 然后呢 平均五年升一级 升得很快的 比如30岁 能做个处长 40岁 能做个什么厅长 50岁 差不多 不对哦 30岁还做不到 40岁才做处长 反正大概 我上过当时60岁 才能做到一个 什么省长部长 因为我们学校 可能是直接去 网组海关的 或者什么的 能做过什么海关 总署署长 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级别 我说这个 太惨了吧 我说60岁才做到 60岁才做到 这样的一个级别 然后呢 然后呢 共产党说实话 等我60岁 还有40年吗 共产党还能做40年吗 我当时20岁了 就在怀疑 我觉得共产党这个 这个政权 应该维持不了这么久 我也不知道 谁跟我讲的 没有人跟我讲 但是我就是 就是感觉不太对 所以 所以 有人说 哎 那个 你这个小孩 那也是一个小年轻吗 你能想到这些 那没有给别人讲了 就自己觉得 这么想 就是没有加入中共 对不对 大家知道 现在加入中共了 会给自己造成很多麻烦 这个共产党 也是不可以移民美国的 外交部还在抗议说 不要影响 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他们认为移民美国是 中国党员的 中共党员的正确选择 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那可能现在在美国的一些 前中共党员 或者不管退党没退党 可能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 这是 这对我来说 你没有入党 20年前没有入党 也是 也是 也是一件好事情 不光是 你当时一个小差距 反正你觉得共产党不行了 就就就怎么样 对不对 或者你的性格 最主要还有一点 我们也没有 就是不像人家特别会搞 就是溜须拍马什么的 是不是 溜须拍马什么东西的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你也 你也不能怎么样 总理说来 就是我后面想想 算是年少轻狂吧 年少轻狂 实际上 实际上人生不是那么容易 大家是觉得吗 是不是 年少轻狂 你说 有没有年轻人 现在就是所谓的 就学校的学生干部 入党了 其实大多数还是有 有些其实也是 可能稀里糊涂的 走的弯路 有些人可能也在后悔 后悔的话可能 怎么办呢 你只能去退党 这个在正常的社会里面 在中国大陆控制的范围 你想去退 退出这个共产党 好像挺难的 我听过一些人讲 他根本就 不让你退党 你可能自动不交党会算退党 严格上来 他也不算退党 蛮麻烦的 在美国好像是可以通过 比如说你去登报 或者公开退党 市民退党 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对有些人 未来身份 或者怎么样 在海外的移民身份 会有些问题的话 可能会有些帮助 这个可以 可以去请教一些律师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专家 就不瞎讲了 只是说 这件事情 回想起来是很有趣 但是呢 可能是很重要 对一个人影响很重要 很多人年轻稀里糊涂的 就入党了 二十来岁 三十来岁 他不是稀里糊涂的 就是觉得这个 这个党很重要 或者党很好 或者说党 对他有帮助 然后就入党了 但是没想到 未来对自己造成很大影响 是不是 这个人生没有 没有那么圆满的吧 你自己的选择 总会要付出一些代价 就是这样子 好了 如果你第三十天 三十个铺下午呢 挑战了感兴趣的话呢 希望你跟着我一起去做 好不好 然后也欢迎你发表你的意见 知不知识 如果你支持 我继续做下去 跟我多点赞 多鼓励 多留言 对不对 我们一起去做好了 今天 今天有一个 有个推特上一个推友 给我一个很高的评价 他说 他说是在YouTube上 和那个推特上 见过的最励志的人 我非常感谢 这个很高的评价 其实很多人都很励志 我本人也受了很多人的鼓励 包括我们很多推友 就是我看了 有的推友天天跑步 跑得非常好 我都想去跑步 但是现在时间 各方面场地都不是很允许 加上特别是这个疫情 这样子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想做的是很多 但是我们一件一件事 就做了好了 好了 我知道大家都去看 那个直播去了 那个副总统辩论去了 我也要去看一下 好了 今天直播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支持 再次谢谢大家支持 有人留言说 我胖了 对 我最近 最近是体重有增加 然后 然后 大家知道 我是个美食家 对不对 我喜欢吃 所以还要注意一下 控制一下 那个 饮食 可能要注意 加上一些锻炼什么的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 下一节目再见了 因为 因为节目稍微少一点 还是 没有那么热闹 然后 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 然后 喜欢的话 给我们点赞 给我们转发 给我们留言 给我们评论 好吧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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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般周末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期直播的 好吗 谢谢 除非我在那个时候 在海上 在海上就没办法做直播了 跟着我们的军舰 在海上去 去工作的时候就不行了 平时的话都可以 好吧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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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